哈喽各位们大家好啊 13米的割舍咱们已经完全组装好了 这是总长度13米深度4米的割舍 两间赛鸽棚两间总鸽棚 底部呢加高的是1米啊 整体已经围往全部围起来了 这是咱们做好的一个效果 咱们今天的这款割舍中间呢 它有一个休息室 是两米的一个休息室 现在我带大家啊走进咱们割舍 咱们看看里边的一个细节 整体上边呢就是一个实木板的平台 咱们这个实木板的平台 它是1米5宽5米长的 走带大家看一下 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啊 就是咱们这个大平台 5米长的一个大平台 鸽子降落啊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呢 就是咱们的进出一体的一个闭光门的进口 大家看一下 关上以后啊 它这是鸽子的一个进口 打开以后 它就是一个放飞口 进出一体的 效果非常的宽敞 也非常的实用 而且咱们的每一个叶片呢 它不光是能闭光 也能通风的啊 看一下每个叶片的一个推动 这样以后每个叶片都能闭光 大家看一下 这是咱们的一个闭光效果 特别实用的一款啊 闭光门 往这边走呢 这是两间赛格棚啊 它是同样的 在下边也是坐的这个推拉门 看一下 走在咱们这个侧墙上 现在能看到啊 坐里也是安有通风窗的 空气是对流的 通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整体墙板用的是保温板的 包括顶部尾板 全部保温 保温板啊 保温隔热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咱们的赛格棚 然后带大家走进种格棚再看一看 走在咱们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咱们割设的一个休息室啊 大家看一下两米宽的一个休息室 也是非常使用的 也能做成一个储粮食 放割粮割药都可以 然后在前侧呢 加装的就是咱们一个铝合金的一个玻璃门啊 非常的敞亮透亮 这是咱们铝合金的一个玻璃门 做的也是一个推拉式的 往这边走就是咱们的种格棚 种格棚像晒龙走呢 都是做的推拉门的 然后做的是半板半网的 非常的实用 打开以后走向晒龙 晒龙整体的一个高度啊 宽敞也是非常宽敞的 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晒龙的一个高度 已经达到了一米八啊 非常大的一个晒龙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会加装咱们鸽子的一个木质粘架啊 鸽子休息的一个地方 现在没有安装 整体围网用的二乘十的一个长条网 密度都是非常高的 也非常的牢固 来往这边走 这是咱们另一间的一个种格棚啊 它尺寸是一样的 在侧墙上也是安装咱们通风窗的 空气 空气打开以后啊 空气都是一个对流的 特别使用的一款格射 两间种格棚 两间赛格棚 一间休息室 这是咱们今天的这款格射的一个设计 整体用的是保温板的 保温通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好了今天的这款格射啊 简单的一个分享也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这款格射设计不错的朋友 大家长按点赞三秒钟支持一下 需要的朋友 我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在评论区等着大家 重诚格射专业定做 感谢大家 拜拜